就在我們那個300R的群組裡面就發說來澎湖 然後就 等一下我是英哥 好 你今天跑去哪裡玩啊? 蛤? 你今天跑去哪裡玩? 我們今天去 奉達的CBR300R 在台灣屬於非常冷門的車型 但是今年夏天的澎湖群島上 卻能夠遇見同樣騎著這台車的車友 還為素妹平身的我們介紹不少景點 很慶幸當時是選擇 把自己騎了5年的CBR300R運上船 跟朋友搭著台花輪到澎湖 用著跟大部分觀光客不太一樣的方式 來開啟這趟澎湖公路旅行 你們今天才剛到啊? 對對對 你們要來玩幾天啊? 呃...禮拜四走 禮拜四 一樣船 一樣船回去 因為我們運機車 因為沒運過啦 你們坐台花輪? 對啊 對啊 哦 坐很久哦 對坐很久 這是我們午餐店家 毛毛的店的老闆 大概是覺得下午3點 來吃正餐很神奇 所以開啟了這段談話 搭好幾個小時有沒有搭的很少 還好 還好 你在船上睡覺而已 我睡了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我睡了四個小時 那我跟妳講那還好 因為現在風平浪靜 你們沒考慮 對啦 不然搭那麼久的直接會一直暈船 哦 對對 不過畢竟我們才剛搭了五個多小時的船 早上怕車子上不了船 所以來不及吃早餐 中午在船上補眠又錯過公餐時間 一下船放好行李 就在馬公市區禁食 開啟觀光客戶模式應該也是正常的 你還是冰沙還是不一樣 上面是冰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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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大人的招牌是人長兵 這邊長兵 帶狗 原本以為這個仙人掌兵 只是某種吸引觀光客的噱頭而已 畢竟對仙人掌有點印象的話 就會知道他應該會是綠色 而不是從冰櫃裡面挖出來的這種紫核色 是後來幾天不斷在街頭上看到更多以仙人掌衍生的冰品 才知道我們現在用來消除了飲料 之所以會呈現這個色澤 其實也正是跟澎湖的氣候有關 如果對澎湖系列的上一支影片還有印象的話 應該會記得我們是一人騎一台車上排花輪的 不過嚴格來講只有我運的是自己的車 朋友的那台是幫他另外一個朋友運過來的 所以後面的行程我們幾乎都是雙載 這應該是我睽違好幾年又一次雙載出遊吧 把握著這一天最後的日照 我們決定先去里程最短的南半環 以馬公式區作為中心點的話 不用搭船純靠陸路就能到的點 大致上可以分成北半環、東半環、南半環三個軸線 我走錯條了 我想如果要走201 然後轉大的迷沙 又找到來了 開到這邊來了 這一棟是什麼啊? 什麼? 什麼這一棟不知道是什麼? 轉貨公司啊 免稅電 轉貨公司 喔是好就這一棟嗎? 對 就會買到 買到過程 你說買到PS5嗎? 踏出馬公市區之後 先經過一段看起來像是重劃區 大樓間歇出現 四周還沒有太多的開發的路段 很難想像在一個因為海洋而誕生的城鎮 海岸線旁邊居然還有那麼多沒有利用的宿地 後來才知道這塊區域是1980年代才開始連海照路 陰影當時漁船不斷增加 卻沒有足夠位置可以靠岸的馬公第三域港工程 這大概也是前面那棟同時作為免稅電的百貨公司 會被叫做Pier3的原因 經過一小段205線道之後 再轉上204線道 有別於一般編號第一的公路 會經過最重要市政的想像 例如台一線起始於台北市區 日本國道一號起始於東京市區 美國國道一號穿越華盛頓特區 澎湖天治第一號的201線道 卻完全沒有進入馬公市區 起點牌還是放在204線道岔路上 如果從另外一個方向轉進來的話 就看不到的奇怪位置 其實澎湖最早期的線道只有三條而已 而且編號還不是現在的三位數二開頭 市值街叫做澎湖1、澎湖2、澎湖3 路牌則是用著跟其他線道一樣 白底黑邊框的標誌 但中間就直接寫阿拉伯數字的1、2、3 當時的澎湖一線線道的起點在馬公港前 之後再一路接到我們現在走的201線道上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前半段被改編成203跟204 讓201成為距離馬公市區最遙遠的線道 澎湖的道路速線基本上還算是友善 雙向合計四線道的馬路 在市區裡面通常是線速50 到了郊區原則上是60或70 因為雙載的關係 我通常沒有貼在速線上面跑 但以四周其他用路人的速度來說 澎湖的速線大致上還算符合雪裡上的自由車流速率 至於側速照相機的部分 不知道是為了防鏽還是要讓它更顯眼 幾天下來看到的全部都被漆成鑽紅色 有別於在台灣本島上看到的鐵灰色外殼 不過雖然說澎湖的速線比較合理 但是側速照相機的密度卻也是非常高 大概是可以跟基隆或高雄比拼的程度了 你說你要在海邊嗎? 沒有就是在這邊拍照啊 我跟你講你看怎麼老舊老舊標語啊 海洞沙灘啊 石禮這邊最有名的應該不會是我們拍的這個奇怪照片 而是一旁的石禮沙灘 南半環上最重要的景點就包含了山水沙灘跟石禮沙灘 雖然我們都說這趟過來澎湖是要當觀光客 但觀光客來澎湖幾乎是必去的沙灘 我們卻是一個也沒踏進去 另外一個作為觀光客完全不幾個地方 是到了201線到終點的峰櫃 還以為助力在海邊的亭子只是網美拍照打卡用而已 有嗎?有洞嗎?洞在哪裡? 隔天見到同樣騎CBR300R的車友後 才知道峰櫃最有名的是浪花拍擊沿岸 會發出像是雷濤般的聲響 亭子是為了離海更近 還可以看到從岩縫裡面噴出的水柱 不過這些景觀不只要漲潮 同時還要風向風勢的配合 所以車友說他在澎湖的這些年也沒有完整見證過 對啊 流出 他是 喔喔喔喔喔 那不是 對 我剛剛想要門怎麼關起來了 對 因為萬元他是 他怎麼那麼早就關門啊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然後這邊掛的全部都是 選舉 小朋友就是一副沒有看過這種車的樣子 所以城堡還要在應該會在上面吧 應該就是在就是在這吧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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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我們要站在這邊然後 這樣子透視 從何樂 大家就裝作有看到吧 對想像 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荷蘭的 在台灣的第一座城堡 歷史第一座 對啊 那時候歷史課本上面不是有教嗎 就是 荷蘭人現在來澎湖 然後 然後明朝就不爽了 然後就把他趕到台南去 然後說什麼啊 那又是好好玩之地啦 我們可以去那邊好好玩 企鵝的交通手 只要轉進去那個 歷史專方的地方 沒有我們打電話給去的比較快 好啦結論是他沒有挖到珍寶 嗯 他只是個椅子 但是他什麼都沒有 挖到 對結論要來這邊看的話 就是看那個3D 3D就好了 看生意導覽 看生意導覽就夠了 400年前的碉堡已經都不見了 對 反而這樣子GoPro拍出來看起來比較好看 對 你看這個顏色 鵝咧打 你看看他講 喔 有油嗎 有油嗎 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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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先撒去 那要不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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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就好了 他這油有根 對 好好 撒 撒 那要不撒 那要不撒 太近了 我撒 啊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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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撒 人家說日行一善是扶老太太過馬路 不知道我們這樣幫老太太把機車從斜坡下面牽上來 又把車子發起來 能夠機多少的應得值啊 在澎湖幾天的早晨 幾乎都是以馬工的文康街作為開始 可能是幫老太太扶車子的應得值機的不夠多 回來才發現好幾段用GoPro拍的畫面 因為電池膨脹沒有成功寫入 還好當時有順便用手機多錄幾段 都有畫圖耶 都看到嗎? 哇哦 你平常怎麼都看到畫圖裡面的圖圖多餘 對啊很厲害啊 可惡手機對中不到 看餅裡面的朱朵魚對中不到 喔他的他的他的魚 他的魚是厲害的 他魚是厲害的 厲害的魚 嗯 看他那個什麼金黃的色澤 然後被湯汁包覆 對對對 哇 撈不到 你看這個朱朵魚還是鮮的 他會自己從湯水裡面跑走 呵呵呵呵呵呵 你看他跑走了 呵呵呵呵 講什麼鬼話 你看那個 那朱朵魚他會自己跑進 掛包裡面 你看掛包 嗯 就是在拍起來嗎 你看 его好吃嗎 就是榨白的時候 ple.. 炸開 這個當美食節目了 不是你要轉著節目的人 因為家到美酒阿 噢哈哈哈哈 還怎麼樣 欸92加100 92加100 原本想說澎湖不大 加個100塊的油應該就夠了 想不到晚上還沒回到馬宮市區 油表就開始在閃 隔天不死心 進加油站 又只加了100塊的油 最後來來回回 進了加油站三次 第二天的行程 我們先去北半環中途的白沙鄉 中午再繞去東半環的湖西鄉 不過白沙的部分 我決定跟第三天的西雨鄉放在一起 讓整個北半環看起來比較完整 這邊先來聊聊在澎湖的這幾天看到的道路規劃 馬宮市區是早在明代就有漢人進入開發 雖然到了日本時代曾經進行世界改正 但是主要道路的路幅仍然偏窄 值得慶幸的是為了保有基本的人行道 汽車在這些道路上通常只能單向行車 出了馬宮市區之後 大部分的道路都是雙向合計兩車道 或者是更窄 基本上只有201到205的這五條線道 會有雙向四線道的寬度 不過只要車道一多 地方的交通單位 就會想要畫上進行機車四個大字 鴻湖這種雙向四線道的馬路 原則上內線都是進行機車 機車要左轉的話 當然就是兩段式左轉 T字路口當然也不會例外 而且在不少的路口 除了藍色的帶轉排面外 還會加掛黃色的 此路口機慢車兩段式左轉 機車帶轉區的排面 機車帶轉區 機車帶轉區 因為他會說 對他也都會加裝黃色的 對啊 可能怕外界人不知道要兩段式左轉 嗯 連帶影響到的 就是在一些雖然是雙向四線道 但是不要求機車兩段式左轉的路口 即使內線車道沒有塗上進行機車 還是會有看起來像是當地居民的人 就直接從外側車到大外哥左轉 就觀察到的狀況來說 整個比例還比台灣本島來得多 而五條線道的兩側 在離開四階的路段 基本上都被行道輸給包覆 而且還會讓人有種 氣候環境挫折的感覺 有別於澎湖所在的雅熱帶地區 路旁的樹種 多半是在高尾度 或者是高海拔地區 才普遍會出現的松樹 不曉得是為了要防風 才會以枝幹挺拔的真夜靈 來作為路旁之災 又或者是因為降雨日速少 所以需要比較耐旱的松樹 不管原因是哪個 在南國有著那麼長的真夜靈隧道 都算是相當奇特的景觀 如果是時下最夯的駱宇松的話 搞不好又是個網美打卡熱點了吧 往湖西的202線道上 經過的成功橋 路牌標示橋樑跨越的是澎湖內海 公路的右手邊是成功水庫的水壩 而左手邊的堤防外面 就是海洋 其實在水庫興建之前 這邊就只是個普通的彎奧而已 是一直到水壩築起之後 才把海水隔絕開來 公路上面幾個不自然的大角度轉折 也是配合水庫跟一旁的機場 才進行改建 算是從馬宮進入湖西 相當明顯的分野 我們午餐到在地車友推薦的老菜牛肉麵 正常人早就用餐完畢的下午一點 店內還是人蠻為患 看起來應該是真的很厲害 第一次聽到湖西這個地名 他以為他是在比較西邊的位置 不過其實湖西位在馬宮的東邊 原本只是一個相對於湖東的聚羅名稱而已 2022跟204 兩條偶數的東西象限道 最東側的終點 都是在湖西鄉境內 難不成204沒有終點牌 204嗎? 對啊 204 這邊有牛 有 很好親近 難怪有那麼多牛肉麵 呃 欸全部都是牛欸 對啊 可以吃太子 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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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沒有找到兩條線道的終點排面 但至少我們找到了剛才午餐的可能來源 往前走到澎湖本島的最東邊 又發現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 那幾根是本島的風車嗎? 對啊那應該是離岸風車啊 那應該是本島的一座吧 不錯好啦我要叫出那個 我幫一個 開始 開始查看 看形狀 看形狀對不對 形狀 對啊 所以 在那座島的後面是玉山是吧 呃 對 能建築最好的那座應該是 對對 是因為玉山在 玉山應該被雲擋住 遇到野生的牛 這不是野牛啊 這人養的啊 喔好啦 那應該可以吧 你要先跟他敬禮啊對不對 不要用你的腳 破壞我神聖的食物 成就解鎖喔 等一下我聽歌 好 有喝的嗎 有啊 有有有有 所以這一棟原本是碉堡 欸對耶 它是碉堡 它是碉堡 有這個建築 因為它名字寫輝瑤 所以我原本以為這是什麼 做磚的地方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出產那個紅塗 啊對齁 下面還有窗戶耶 CS CS的某一張地圖之類的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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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背面拍起來又不太一樣 平常在路上難以見到的車子 居然能夠在澎湖齊聚一堂 當然是要拍照留念一下 聊了才知道這個車友 也是幾年前 搭著台花輪 把車子運過來的 我們都負責找一些奇怪的點 不會啊 像我那時候去金門也是一樣 亂逛亂晃 景點好的地方這一堆人 也是啊 下面是看人還是看景點 就載個靈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是看人 晚一點要去的點 是著名的摩西分海 離開果葉揮耀之後 我們抓著中間的空檔 順路到南寮古厝 書田立即皆真偉 所以這應該是書房 書房四四漏四啊 唯吾德興 漏四名的 喔真的耶 四四漏四 四四漏四 所以這是書房啊 就是外面應該是什麼 把它 塗灰 塗出來的 對啦 所以它那個灰一掉之後裡面的 就漏出來 全部漏出來 但是它的結構粉 這個應該蠻 黏蠻緊的吧 對啊 還是是 那時候有錢人家會特別再把它蓋起來 有錢人家 再 再把它砌 然後像這個現在這種房子的金門也是很多耶 金門建材都不一樣 金門建材都不一樣 對 花崗岩 喔對啦 花崗岩 花崗岩 不會 啊為什麼花蓮蓋的房子沒有大理石 這個花蓮 花蓮 這個拱的時候 是香胡椒 也是啊 都是氣的啊 這很漂亮 對啊 所以它都是接近門的地方會特別用砖 就是氣成砖的形狀 然後 一離開門的地方就直接隨意 我就不一定 說明它有本來是甜品的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邊 也有可能甜品 但是至少就是 接近門的地方有特別高 這可能為了配合它 這個要有 這個要有形狀 果然 也是有可能啊 對啊 對不起 那個 我沒有 物理不好 你沒有學 啊對齁我們不會學 那個結構 不會學啊又不是土木的 對齁 啊怎麼那麼多人現在就出來了 這邊有摩西分海 看它分了沒 你好 分完了 因為剛剛都要 喔 我們 對啊他們就是 已經看到那個 分完點子 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看它合起來 就是我們一通過然後它就合起來 哈哈哈哈 可惜我們雖然有看準 滿潮跟乾潮的時間點 但是卻忘記 掌會潮速度的問題 所以沒有看到海水退開 陸陸露出來的那一瞬間 全澎湖的人都跑來了嗎 全澎湖的人都跑來了嗎 我們當摩西 領導著我們的 猶太人 游過去 在澎湖海邊的景點 有不少是要配合 漲退潮的時間 才能看到完整的風貌 而且還要注意日出日落 說不定連滿月 懸月造成的潮叉 都會有影響 我們邊走的時候要這樣邊逼 不准 這不對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邊進去了 剛才拍一小孩大小 有忘記你的學生會看喔 我知道啊 我知道我的學生 我知道我的學生是你粉絲 來來來 我們一起往 哈哈哈 等一下會被截圖頭 沒有我們在過馬路 喔喔喔喔 等一下 教導有沒有 沒有 不是啦 那個我們在學習部長講的 過馬路 舉手要 舉手過馬路 欸我真的覺得像這樣完全進空的狀態啊 然後就 開一艘船 然後開到後面去 淹上來之後 然後呢 等到可能什麼 明天早上的時候 然後 再次開放的時候 然後就一堆遊客 站在這一排嘛 站滿滿 然後這邊看這個水退 對然後結果呢 等這個水 退下這邊一瞬間 然後就一個人 對一個人 從這裡面穿著白色衣服 照出來 耶穌 像是 有沒有覺得 看起來更像 七月半 七月半 好吧 我還以為是摩西 結果是七月半 這邊要有一個攝影師 然後可能前面要有一個 就是放一個什麼腳架 或什麼之類 然後就 有點像那個 整人游戲的那個畫面 提防上面一排人 然後就整個木正口袋 為什麼對面 真的有人跑出來 今天的馬公市區 有在地人帶路了 也就是那一條路在走而已啊 就是那一條路 倒是要出來了 讚 哈哈哈 這是你嘴上問的問 你現在有人可以問 怎麼問 就是呢 澎湖人到底會說是要去台灣 還是去本島 還是去什麼鬼地方 對 澎湖人他們都 不是我們講什麼去台灣 你們有去台北的話 喔就是反正 反正就是講台北 就是喔 我大學同學有 有金門的 然後呢 他們的說法就真的是去台灣 喔 有 對 我有朋友 澎湖一個朋友 我們那時候 我們中央頭來 有一個朋友啦 他是金門嫂子 欸欸欸 他澎湖人去的金門 喔喔喔 然後他跟我說 他每年最痛苦的就是說 過年要 要回娘家 喔 因為你要先從澎湖 對澎湖廟到台北 澎湖沒有到金門的 對對對 台湖人要有朋友 你好你好 Youtuber 哈哈哈哈哈哈 是來開口齊同樣 對啊 他擺我的車了 我車挺隔壁條 隔壁條啦不在這裡 你現在看不到 提示人家不會開 因為我們不是有那個店嗎 啊對啊 對啊 喔我看到了 特別把他關起來 我都習慣習慣開 我都習慣關店 喔是喔 對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他本來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下次十年的話 看你能不能就直接去金門跑一下 沒有啊 我已經想到明年那個金門大橋通的話就可以去金門啦 金門大橋通的話 我們直接金門 金門跟小金門啦 大小金門 對啊大小金門啦 可以 運到那邊的話 我現在我要開 可是我就不知道怎麼運啦 因為我猜應該是從台中啦 對啊 應該是從台中 對啊 啊不知道運備多少 我覺得可能 對啊對啊可能三五千 趁著最近 連接大小金門的 金門大橋 在影片上線時 剛好通車 有機會 當然也想把車子運過去看看 不過看到的資料 都是人不能跟著車 一起上船就是 當然這趟 已經把車運上船 前來澎湖的旅行 到這邊還沒結束 接下來要沿著 里程最長的 203線道 繼續往 有著漁翁島 美名的 漁翁前進 我剛剛看到那個呼吸寫 XRXR 我想 如果是在突然間 會被改名 細弄 你是呼吸嗎?還是吸吸? 剛剛有一個叫吸吸啊 喔對啊對啊 這裡叫呼吸啊 嘿嘿 然後叫吸吸的 整個會被 蜘蛛吸 在裡面 撞門了 我要避開黃巷的名繪 對啊 呵呵呵 隨便是